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來到灣仔南屋這邊走走 每次經過南屋都未試過走入橫街 這次走入橫街看看 無意中發現南屋後面原來是一個很漂亮的優氣柱 一個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背後有一個這麼有懷舊氣成 被花草包圍的優氣柱 可以了解南屋的歷史之餘 又可以在鳥月花香的地方休息一下 在游戲柱對面發現了一間咖啡店 所以進去坐下喝一喝咖啡 這間咖啡店位於景星街 在南屋的對面 這間咖啡店是行水泥風格的路線 正門兩邊有open area 室內的燈光柔和舒服 黃光舒服得來 不會太昏暗 大部份的座位都可以看得到沖咖啡的位置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有我同樣的感覺呢? 就是看著咖啡師沖咖啡 或者看著廚師煮食 是好治癒的事 我就可以不停看著也不會覺得悶 今天叫了杯long black coffee 先聞一聞 是心動烘焙堅果和dark chocolate的香味 圍繞杯邊的咖啡油脂豐富 入口非常順滑 第一口質感豐厚 先是dark chocolate的苦澀味 回甘比較長 隔了一段時間 咖啡的味道和第一口味道差不多 每一口都很令人回味 到最後 它的回甘味 給了我很大的驚喜 回甘的甘甜很突出 我覺得它的甜味 有些果糖的清甜 真的很驚喜 這間咖啡店也有興食和burger提供 這部分就留給大家去飯館一下 今次的咖啡體驗給了我很大的驚喜 有機會我會再來試一下 整體來說 這個咖啡店的咖啡體驗都不錯 它給了我可以專注品嘗咖啡味道的環境之餘 亦都可以在窗外面欣賞藍屋背後的風景 對咖啡店的咖啡店 對咖啡有要求 以及想在一個寧靜環境品嘗咖啡 這間咖啡店應該是你的選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留言 訂閱和按讚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